中国自古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所以大卫最好的时候 亲爱的兄弟姐妹你记住了 大卫最好的时候 大卫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大卫最好的时候是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大卫最好的时候是他被非利式人打的时候 大卫最好的时候是这个他儿子去攻击他的时候 这是他最好的时候 为什么他生于忧患 可是大卫不好的时候是什么 不好的时候就是现在 这个四面都给他摆平了 然后国内安定了 现在他可以这个一言九鼎了 然后他就会出现另外生命的危机 所以今天但是在大卫身上 我们看到第一次在这个压山龙背叛他之前 他的骄傲 但这次他就没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这次他知道 他的所谓的分工危机不是他的 他的分工危机是神与他同在 是神帮助他 所以大卫现在开始做什么了 开始赞美上帝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姐妹 我们人生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我们幼小 我们被打 我们幼小 我们受攻击 那谁也不想被打 谁也不想受攻击 就像我们王辉姐妹一样 谁也不想干那么多活拿那么多钱 那我们就得想办法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倚靠神 然后神也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明的地方 那这是我们人生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那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光明的地方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这个享受一些美好东西的时候 我们容易骄傲 可是大卫这书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榜样 他就敬拜赞美敬拜赞美 所以整个整个22章我就不讲了 22章就是一个题目 就是感恩上帝 就是赞美上帝 就是感恩上帝 就是赞美上帝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两类人 我们教会两类人 第一类人 第一类人就是真的 你正在经历很大的艰难 但是呢 你在这个光当中 你去祷告 你去寻求神 你也看到神帮助你 那这一类人 你就把这个萨摩尔记 下22章 好好的看一看 看看大卫是怎么赞美神的 你们就怎么赞美神 看看大卫是怎么感应神的 你们就怎么感应神 这是第一类人 第二类人 就像刚才我们的王辉姐妹一样 虽然现在经历艰难 你也来看这个萨摩尔记下22章 这里面讲到 大卫在遭遇苦难的时候 他怎么求神 大卫在遭遇苦难的时候 神怎么帮他 所以今天我们不敢走出去 就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是害怕的 我们对未来害怕 就让我们跟神怎么样 切断了 因为我们没办法依靠神 你待在你家里 神没办法帮你 所以我待在大连 上帝没办法帮我 那我来美国 每一样事 上帝都会帮我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在想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就像我们孩子 有几个事情 第一个 刚一出来就要捡鸡蛋 对吧 你捡过吗 我没点 我医生给你 知道这事吧 那第二件事就什么 就断奶 对不对 那第三件事 比断奶还更残酷 这爹也不管了 妈也不管了 孩子自己成长 是吧 至少今天妈就把孩子扔上海了 所以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姐妹 几天前 有一个人 这个把我拉黑了 完了第二天又把我拉回来了 很简单 他做投资的 现在你知道投资也不好搞 你没有钱 你怎么投资 然后第二个 就算你有钱也不好搞 现在好像也太少了 所以他在最难的时候 他的合伙人 反而对他提要求了 他会说 你看 你在水平也不行 你当不了大哥 咱俩平凭坐吧 你知道 他这个时候 非常希望 我能给他出摩花策 但是对不起 王牧师这两天呢 就在小忙 我就 我就没管他 他后来 哭着求 我说 你就留下来吧 这个 你要不帮我 我感觉上帝抛弃我了 我告诉你 亲爱的兄弟姐妹 凡是还说这些话的 就是上帝还没有抛弃他 如果真的上帝抛弃他 直接就握鬼 你知道吗 喝药 跳楼 各种各样方法 反正是还要跟你谈条件的 没办法 反正我也没管 因为我是 我是 微妙你知道吗 我是晚上十点出发 从军营山 我到 到乱接受了 零天四点了 我晚上开车 那是先接你电话 万一出了事 那是什么 上帝没把你接走 把我接走 然后 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求你留下来了 但我求你解释一下 为啥你不理我 你知道吗 然后写了一大堆 等我到家了 又累又困了 我也没瞅 反正就睡觉了 第二天给我写了很长一段话 你们感谢我给你们看 写了很长一段话 要把我拉黑 那我自己我非常清楚 我还把这个转给了我一个小伙伴 我说呢 他 这个 希望 我帮他 我也真的在帮他 但是 他是用 他期待的方式 让我用他期待帮助帮他 但是我如果离开他 没按照他期待方式帮他 他就怎么样 觉得 非常痛苦 非常被抛弃了 我说这说明 他自己跟神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 你听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我恰恰要不理他 凡是当过妈的 还比较成功的 都懂 你懂我说意思吧 你这个期待不减 你这个奶不断 你这个关系不开始有一个距离 孩子怎么样 永远 长不大 所以 所以我自己我在想 这位 这位也是大神子级的人物 将来要在这个硅谷 要要要要这个 叱咤风云的人物 靠我 没戏 必须靠上帝 而靠上帝 必须跟我把期待减断 跟上帝怎么样 脸上 所以这一次 也是天时低人和 要是换平时呢 我这个人呢 还真的有的时候 你一哭 我还略微同情一下 那就给你唠一唠 但是这一次呢 各种原因 我还真得走 后面他讲的一些东西 我也没看 因为手机往旁边 没放 我就开始开车了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很神奇的事 他第二天早晨 跟上帝祷告 就是这个 这个Peter太不靠谱了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Peter不管我 还离开我 他说 上帝啊 你帮我一件事 让我忘掉Peter 结果他不但忘不掉 而且Peter 在他的这个 这个脑海中 越来越强烈了 然后呢 他就问了一些 上帝 关于Peter事情 上帝跟他讲 神怎么用我 一些什么事 那这哥们 也是有点通灵啊 然后又不拉黑了吗 又解黑 完了又给我发一段信息 也很长 我把两段信息 我等会儿都发给你们 去看一看 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他离开我了 maybe暂时 maybe以后再回来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很高兴 他没有离开神 并且跟神怎么样 关系更近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弟兄姐妹 大卫 经历过几件事情 我们去想 大卫在家的时候 他爹是重视他 还是不重视他呀 对吧 当萨门去他家说 你有一个儿子做王了 这老头一想 那肯定是老大 结果老大不行 那也是老二 结果老大不行 老大老二老三 老五老六 没了 他都没想起来 老七能当王 然后萨门说 不对呀 这都不是 你还有儿子吗 他说还有一个放羊的 所以你就从这个对话 能看出来 大卫 他爹不重视 所以在大卫后来 在视频里有句话说 我父母丢弃我 但烟花怎么样 收留我 所以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 严界出来混来的 都能混个一官半职 大卫出来混了 结果把领导得罪了 领导天天要杀他 所以今天 你看在家里面 老爹 瞧不起 在单位 老板 要迫害 后来娶个媳妇 媳妇对大卫怎么样 也是像我们东北讲 你那边老爷们 又不能挣钱 有啥用 都微微言说过这话吧 你又不能帮我 还扯后腿 要你有什么用 所以大卫的老婆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看 老爹 老板 还有老婆 你就想吧 大卫的经历 就是这种经历 但是恰恰这种经历 把大卫怎么样 推到上帝那里去了 所以今天 千万对方 千万姐妹 这就是人生 你觉得 你的父母对你挺好 你觉得你这个 找的对象也挺好 你对你工作也挺好 在不知不觉中 温水指引发 你就成为一个平衡的人了 但是你这一生 你遇到的很多坎坷 恰恰让你怎么样 变成一个 一个可以被嫌大大凶的人 所以今天 我们看二十二章开头说什么 当耶和华 救大卫 然后重点 话重点 脱离 一切的仇敌 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着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非常非常清楚 那些家境很好的 那些什么都很顺的 他们不可能信上你太好 那些真的生命很坎坷的 但是在坎坷中 又没有放弃 对未来的盼望的人 才有可能成为一个 在信仰上很虔诚的人 我再给你们讲个事 几天前一个北京的 这北上广深的人 我觉得现在对他们特别有感觉 卖一套房 是不是在这就能买一套房的 不缺钱 在华念随便找份工作 因为房子买了 基本上其他开支就不算严重了 他就跟我讲 他说 那个 现在挺空虚的 你给我传认福音呗 你是牧师 我上去跟他讲 我说你不是我的客人 他说我都主动找你了 你怎么还不待见我呢 我说我的客人都是两头的 要么最底层 无依无靠 你在中国有病 没有钱 你上医院医院给你治病不 你不存押金 谁管你啊 你要死活 跟我没有关系 对吧 现在已经中医院医院 还是这样 所以最底层的 最底层的 你没有钱 你就是真是 叫天天兵 胡迪地不利 你先找钱借钱去 妈呀 没愿意都借我钱 对不对 好借我 好借过 借一百万 我现在需要用一下 所以今天亲爱的地方 你要没钱 你上医院 交完押金 你啥病 已经没人管你 然后 你就借钱去 你家信息能借你 你就烧了高香了 这绝对是真的亲戚 否则 亲戚也对不起 等会 你看看 你能借我多少钱啊 聚会结束 咱俩谈一下 所以今天亲爱的地方 你既然来 就应该送钱的 知道吗 要不你赶紧赶叫回去 所以今天亲爱的地方 亲爱的地方 这是 这个事儿 他不找教会 他不找牧师 他不找上帝 他找谁 没人管你 对吧 还有顶层的 你说你当个省长也好 当个市长也好 当个省委书业也好 今天还给别人讲话 那晚上就被别人带走了 基本上带走了 都没有出来的 这些年我们看 基本上没有出来的 他们是非常没有安全感 你说有没有钱 有钱 你说有没有权利 有权利 但是他有钱有钱 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知道哪一天就被带走了 你们家有人被带走过 官太小 不说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两头才是我的客人 我说这两头 我都不用找他们 他们怎么样 都会来找我的 我说你呢 这我稍微说中了 你就说我这牧师没有爱心 我稍微说中了 你就说我这牧师不理解你 我说你啊 你就现在这日子过得挺好的 他反而对我更加尊重了 说牧师你这个 对这个行业 这个打磨得挺透彻的 我说我太联想了 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弟姐妹 如果你各方面很顺利 如果你各方面都很好 讲真话 我就笑一笑 上帝祝福你 我也不会跟你有太多联系 但是如果今天你生命中 有一些破碎 你生命有些缺口 我会好好的祷告 或许这就是谁要用你的记号 阿们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个 萨摩尔吉亚二十二章 第一句话 它里面有很多的含义 当耶和华救大卫 一个救 就大过一百个帮 你懂我说一句吗 就像今天 这个我这个 我这个欠钱钱了 也找完门来了 一百万 威维安给我五万 这叫什么 这叫帮 你懂吧 就是有没有用有用 但是解决问题不 不解决问题 威维安给我一百万 这叫什么 这才要救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人家说 把一百拿走了 好了这账清了以后 不来扫耀我 所以威维安给我五万 就要绑 那一百万就救 这个你到底你明白不 所以今天 耶和华救大卫 就是大卫所有的事情 最后是上帝怎么样 给他摆平的 然后脱离什么 一切的仇敌和扫罗的手 然后大卫就像耶和念这诗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信用 这个北京的人 你知道协城吗 嗯 协城最早的那个 那个销售户经理 嗯 协城 现在在中国巨统 也是垄断地位的 虽然没有百度 那么厉害 然后到美国呢 这个 因为他 你就知道 他的客户群比较好 嗯 那几个办公司 有一个叫什么了 那个 那几个华人的 那个比较老牌的那个 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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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路然街人都知道 范 参与的 所以因为他客户群非常好 做做两单 这一年零化钱就够了 北京人防得又了 啊 所以现在呢 啊 这个这个 这种情况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姐妹 这样的人 除非有一天 比方说 有一些重大的变故 有可能他才真的信主 现在 他 来找我 也存是闲的无聊 来打发事件的 啊 真正他 他对信仰 他的门都没没找 所以今天 亲爱的兄姐姐妹 我们不羡慕别人 别人过得好 我们不羡慕别人 我们过得不好 我们发而向神感恩 就是因为我们过得不好 又因为我们有神 神可以怎么样 翻转 圣经有一句话说 熟的帮我们找到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山灯火 他不熄灭 然后神会使软弱的 变刚强 使贫穷的富足 反而让刚强的怎么样 羞愧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的弟兄 我们姐妹 能明白神做事的法则 如果我们知道 神在一切事情上 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掌权的 今天我们再来看 撒穆尔记下22章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特别多特别多的收获 所以我再一次 我总结一下 第一 我们就看第一节就好了 是神救大卫 脱离一切的仇敌 所以这些天 我一直在讲 我们要用人 但不要靠人 我们单单靠神 那第二件事情 神救大卫 就是因为大卫生命中 有这个需要 如果大卫一切都好 大卫不需要 神来救他 而当大卫不好 他寻求神 神救他 让大卫人生就翻转下来了 就是被瞧不起的人 成为万人仰望的人 被自己老爸瞧不起 被自己老板瞧不起 被自己老婆瞧不起人 最后成为一个 这个历史历代 可以被人纪念的伟大的君王 这个生命的翻转 就是上天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你 想告诉前辈 如果你们相信 现在整个天势 正在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 你恰恰站在一个位置上 你现在你就不要为自己 这些不好去抱怨 相反你要来到神面前 寻求神 特别的给你个机会 就像刚才旭华讲 他去看展览的时候 他发现很多品牌 都以前没见过的 对 没错 你没见过 但是确实在网上卖的特别好 所以今天 那你要不要跟这样的品牌 能连上 你跟这样的品牌连上 你就可以重新 回到那个流里面去了 而讲真话 他刚才讲的一件事 威威安你听到了吧 那些品牌 你都挤进去 你懂我说意思吗 人家卖的好 你都挤进去 现在对我几个问题来了 人家卖的好 我都挤进去 那我怎么进去 神一定能让我们进去 你阿奔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弟姐妹 我越来越发现 我越来越发现 我们教会弟兄弟 我们教会姐妹 如果不做生意 真的把你们牧师亏了 你知道吗 你们牧师对商业的理解 越来越透彻 这个东西卖的好 大家都想 都想去割一块蛋糕 人板没话 你都挤进去 神就有很神的帮 让你进去 神就有很神的帮 让你进去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有在想 我们大连的人都知道 大连每年 这个过节的时候 火车票 你就是买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郑州 四通八达 但是大连 只有 一个口往往北走 往南走不了 所以很多 从南方坐船下的 一定要坐火车 大连本地的外界 坐火车 那火车票特别紧张 但是任何时候 你找王不是 王不是都能买到火车票 邓林你知道这事不 你居然才知道 你让名誉过来 我们大连人都知道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说 我想说 名誉你知道 王不是 那个大连的 所有的火车票 都可以买 这个你知道不 你看 这就是差距 这是差距 所以今天 亲爱的女朋友 亲爱的姐妹 讲这话 最热的时候 票贩都拿不到票 王不是都拿不到票 就这么讲 票贩的 因为我曾经有几次 特别紧张的时候 我就搞到票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女朋友姐妹 具体的事 因为你们回去扒了 以前讲道具 我都讲过好多遍了 所以今天 我是想告诉女朋友 告诉姐妹 拿火 我就要踩一脚 拿火我就要踩一脚 因为 别人进不去 但神就会给我们 开奇妙的 所以今天 大卫 我们把大卫的 这一生都讲完了 你们回头去看 很多很难的事情 很多正常人搞不定的事情 大卫就搞定了 我们就 我们就 我们就回想一下 当 这个 压沙龙背叛大卫的时候 基本上 那些重要人物 都被 压沙龙给怎么样 带到这边去了 但是很神奇的是 就有几个 这个关键人物 居然很神奇的 跟着压沙龙 但是心跟着大卫 在暗中帮了大卫 也把那个 当时很大的一个 一个逆势 给他翻转过来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希望我们的弟兄 希望我们 姐妹明白一件事情 2024年 我们 我们教会的人 要么 有人往上走 因为 你听懂 牧师在讲什么了 你现在开始 跪下祷告了 你开始 寻求神 就开始往上走 然后 这个能力也有了 然后这个金钱也有了 然后这个权力也有了 当你有这一切 你就像大卫一样 去赞美神就好 不要去 再去 交涉淫逸了 那另外一类人 你可能就继续往下走 为什么 因为你继续的抱怨 你继续的 指望着人来帮你 你继续觉得 以前 你能靠的东西 能靠上 那 那些东西 瓦解的速度 比以前会更快 所以今天 我希望 我什么都没讲 我又希望 我把我要讲的 我都讲清楚了 我们一起来倒